今月九重天上凉风袭袭 祥云随风翻滚 小仙官的脸上喜气洋洋 都在蒙路几日后的大典 一十三天东南角那棵大菩提树上 四个孩子粘头搭脑 阿里气氛地道 昨天娘亲答应给我们讲故事的 结果我父亲在寝殿外设了八层结界 我实在屁不开 滚滚沉思了下道 正是先站 几个孩子在树上和解了半天 滚滚说道 这次必须要胜 否则再没有机会了 而且我们要找到支持者 阿仁道 我们是小孩子 谁与我们啊 闪闪笑道 滚滚哥哥你去找连宋叔叔 他绝对答应 又笑道 我去找太上老君 他布莱伊利丹也别想恋 阿里道 让我们去找太爷爷 几个孩子商议好后 各自去行动去了 滚滚找连宋时 连宋高姓地道 你是我家人 我绝对支持你 太上老君被闪闪祸害得实在惨 也跟他走了 正午时分 帝君和凤九 夜华和白浅接到了四个孩子写的正式文书 叫他们去情欲殿参加四开会议 老天君一听四开会议的内容 那个开心啊 心想 必须得去看看帝君的脸色 帝君和凤九他们几个人一起进了大殿 有点猛 老天君 太上老君 连宋 陈玉和四命全在 几个人刚一落座 滚滚对四命道 四命 今天的内容都要录下来 四命笑道 放心 小殿下一个字都不会上 大殿外闪闪那帮小弟全都外面候着 小心要上前打听怎么回事 那群孩子道 滚滚和阿利奥夺他们父亲的权 不一会儿 九成天就传开了 八卦内容很丰富 结果大殿外围了几层人 大殿里 滚滚拿着文书念叨 家庭条约 每半月爹娘要陪孩子一起睡觉聊天 每十天娘亲要单独陪一次 白浅和凤九一听是这个事情 觉得太丢人了 赶紧答应了想走 叶华看着帝君不说话 帝君脸皮厚说道 一个月可以全家一起睡觉聊天 又拉着凤九的手道 单独跟娘亲在一起不行 滚滚早料道 他父亲会这样 看向连宋 连宋坏笑道 东华你都几十万岁了 还跟小孩子抢娘亲 太上老君和老天君也随声附和 帝君刚想要威胁连宋 结果滚滚一本正经地道 父君 我已经答应连宋叔叔 将来做他家的女婿了 他这一说 白浅和凤酒喝的茶全都喷了 心想这为了抢娘 连自己都丢出去了 老天君一听 开心得手舞足蹈 最后帝君答应他们 半个月爹娘陪一次 娘亲每一个月单独陪一次 滚滚又叫他们在文书上签了字 这才算通过了 已经一脸郁闷的对凤酒道 能把他们再送回你肚子里吗 凤酒笑了 连宋满脸是笑得对滚滚道 你放心 我跟承郁肯定给你生个漂亮媳妇 闪闪道 我哥哥这是卖身换娘亲啊 出了大殿门 风一吹 连宋扇子敲了下脑门 对承郁道 糟了 滚滚应该说他要做连宋和承郁的女婿 承郁白了他一眼道 我喜欢闪闪 连宋哭腔道 那小祖宗还是留给少碗他们家吧 落日的余辉映在灵霄大殿顶的琉璃瓦上 景色斑斓 闪闪骑着小凤凰飞了上来 却发现自己平时待的地方 被林默占了 闪闪道 不死鸟 你占了我的地方 林默咧嘴一笑道 九成天的小魔女 谁敢占你的地儿 你没出生时 这是我的地盘 闪闪哼了声 坐了下来 望着远处翻滚的云海 不说话 金色的光芒洒在他之气的脸上 闪着金光 林默见闪闪有些烦躁 问道 有心事 闪闪头也不回道 我总是闯祸害人 刚才又听我娘亲说 要给我找个厉害的老师来管教我 林默开心地一笑道 你生得那么不平凡 不闯祸 不害人那才不正常 闪闪回头道 你这话我倒是必依次听 闪闪高兴了 坏坏一笑道 听说那天你翅膀烧焦了 不知道能不能飞 林默道 试试 落日的晚霞里 白发的小女孩 牵着一只七彩的凤凰 脚踏金色的大鸟 直上遇风而行 偶尔路过的神仙 看着急速飞过的他们 觉得真是美 这日 小仙们又齐齐 抬头看落日余晖里 那飞行的大鸟 好小不巧的是 帝君和连颂 走出了灵霄大殿 也随着小仙们的目光 向上看去 这一看 连颂直冒冷汗 九重天上 那么美丽的落日余晖 帝君脸一沉 连颂觉得晚霞都是黑云 帝君冷着脸 又返回了大殿 问叶华道 拿储滥伤和破水沟 没人看管 叶华一时间懵了 帝君道 给那个不死鸟 找个地方待着去 连颂上前对叶华道 是临摹 叶华眼里流出笑意道 过了大殿 要护着老天军 出门游离去了 帝君这才信信地 回了太成功 坐在丁香树下闷闷不乐 凤九上前拉着他的手 帝君委屈地道 有人偷我宝贝 太成功力 一阵风吹落一束花 紫色的丁香花瓣落在帝君的肩上 衬得帝君英俊的脸更显得忧伤 那真是 一片花飞碱雀春 风飘万点正仇人 凤九拉着帝君的手 温柔地道 不知道谁敢偷我们家东华的宝贝啊 帝君看着凤九 好像感觉自己的女儿 已经被人家拐跑了一样 伤心地道 不死鸟 他拐我的女儿去天上飞 凤九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笑得前仰后合 道 闪闪他就爱疯玩 这时连宋拉着成玉进来了 连宋对着帝君道 你也太小气了 难不成要把老婆 孩子都锁在家里不成 帝君道 站着说话不腰疼 正说呢 闪闪回来了 跑到帝君身边圈住帝君的脖子丸 帝君问闪闪去哪里玩了 闪闪告诉帝君说 叫不死鸟带他飞了会 帝君对闪闪道 我也可以变成大鸟带你飞的 飞得更高 帝君话一出口 正在吃高的连宋把自己舌头咬了 承玉看了眼帝君敲声对凤九道 闪闪将来怕是嫁不出去了 凤九突然对承玉笑道 滚滚可是说了要做你家女婿的 你要赶紧生 不然叫别人抢走了 承玉道 那你得把滚滚给我留好了 两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回府的路上 连宋道 看见没有 绝对不能娶闪闪那丫头 天天被他爹那要杀人的眼睛盯着 早晚的吓死 承玉 你就天天惦记人家的孩子 连宋把承玉抱起来道 你三哥哥我更惦记自己的孩子 承玉总弄不明白 连宋他都哪里来得激情 每次闻的他都像是一锅水烧干了海茂烟 真是要死要活 夜里承玉又做起梦来 梦见自己脚踩万盏红帘之上 转瞬之间消失在万树荧光之中 在出现时却不知是哪一处的凡事 万万千千的人在朝拜一个红衣的女子 他看过去 那女子的侧眼像截了镜子里的自己 他又像是被什么牵引着向前走去 看见连宋骑在一匹白马之上 快万水千山地寻找他 他看见连宋阴静的脸轻瘦得很 心疼地喊三哥哥可他就是听不见 越走越远 他急急地大喊了一声三哥哥 醒了过来 连宋见承玉脸上似有泪痕 望着他道 有做梦了吗 承玉 嗯 了声 抬头看了他会 拉着他的手又睡了 连宋望着怀里睡熟的承玉 心疼地轻抚着他的脸 心里想小玉他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凡事那些不开心的过往呢 他想起了帝君曾经给凤酒吃过的丹药 想着过了大典可以找帝君去要一些 或许教程玉忘了凡事会好些吧 殿外月色如水 连宋亲手种下的菩提树在清风里摇曳 风声里似是有清歌飘过 莲花相似 情断藕丝长